快快快 先坐着歇会儿吧 然后呢 咱们要进行一个重要的仪式 就是来到阳光小屋 你们要得到充分的休息 然后呢 你们的手机 也要不接收外界的讯息 所以要暂时把手机 寄存到养鸡场 我教不教都行 你教吧 无所谓 无所谓 对对 不是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 那五年都没有手机 对 等于在军艺的时候 不允许用手机 对 那会儿能出校玩吗 不可以 要请假 周末不能出去逛街 周末是我们有时间安排 两个小时 对 两个小时 哇 而且我们是有那个 假条 就是说你上一波回来了 下一波才可以出去 而且一周就是你们宿舍 只能出去两个人 对 你们要商量好 对 你们作息这么严格 你们怎么还会有 两个人被赶出教室这种经历 都有调皮的时候 就是老师做一个动作 完了我老师听到会骂死我 没关系 然后他做一个动作 然后头要低着 在舞蹈 在舞蹈 课上 老师对着我 我就看到老师的抬头文 你这样礼貌吗 因为我就对着他做同样的动作 我就说 抬头文 抬头文 然后老师听到了 哈哈哈哈 他在那狂笑 那老师你俩就给我出去 对 现在老师还好吧 现在没有见到老师 没有见到吧 没有了 恨不恨 就掐掉 这段掐掉 哈哈哈哈 因为那个时候很小 我进学校的时候 十岁 十一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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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一岁啊 那时候想家怎么办 哭 不能打电话 班长大人 他是我们班班长 入学的时候 然后就一周 可以给家里打五分钟的电话 我在旁边还记事 他们贼恨我 哈哈哈哈 就是你打着电话 然后他们掐着表 然后到了五分钟 他不管你说没说完 他又把你电话挂掉 啊 你这么认真啊 没有情商 主要是我对他们这样 我对我自己也这样 他也是这样 我的理解就是 在军艺那个环境 一切行动听指挥 对 对吧 演出即行 就得要这样 对吧 对